兩人申請兩人單位五年住的時間,如果有了嬰兒怎麼辦呢? 機構可以有靈活調配,屬社配額租戶的總人數5%來處理這些情況 不好意思,如果5%處理不到這個情況,我不知道 我想問題是如果二人單位,但生了嬰兒三人,是否可以繼續住在那裡呢? 這個問題是嗎? 是呀,這個也挺… 是否可以? 正常不過的事,可能有機會 陳總監 其實這個就是看回政策框架,都是說的一人和二人單位 設計其實都不是很適合一個小家庭來長期居住 那這樣是不是意外意外意料之外? 所以我們就希望能夠用這個5%的範圍來處理